人要做事千辛萬苦 老天要做事輕鬆一快 我要變成我這個行業的top 難啊 拼得要死 還不一定是你 那老天很容易啊 老天看幾個比你更好的 把他收回去 你就number one了 所以你要知道 你變成number one的時候 你知道哎呀 老天幫忙 老天幫忙 這樣各位才知道 為什麼中國人一開口就謝天謝地 因為你不把他收回去 我糟糕了 你看哦 諸葛亮一下山 老天先把周遇收回去 把國家收回去 他才能發揮呀 否則 國家不死 周遇不死 諸葛亮天天在那裡拍桌子罵人 你一籌不掌嘛 你能怎麼樣 沒有老天 你是成不了事情 但是老天不是人的主宰 都不存在 感谢观看